最近有一些父母带着孩子 踏上了返城复公路 同时也有一些孩子 不小心和家人失联了 最近许昌站派出所 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刚开始他们两个就觉得 孩子可能是自己去上厕所了 也没有太在意 结果过了几分钟 孩子没有及时地回来 孩子的爸爸就去卫生间去找了 也没有看到孩子 同时孩子也没有带通讯工具 手机什么的 然后两个人就突然很慌 在站内到处寻找 同时看见我们执勤民警 就赶紧向我们求助 穿什么 穿黑色的衣服 了解了他的孩子的 相应的体貌衣着特征之后 就赶快开始查找 就一方面组织了人员在站内 通过亏音喇叭 喊孩子的名字 另外一方面呢 就组织一些人员 在站外广场 对厕所 小花坛 小商铺 这些角落呢 进行全面仔细的查找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对讲机里面就在说孩子找着了 找到了 好 谢谢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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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去了 他就出去了 他找到了 你从那边出 他从土坡出去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他出去找我了 原来就是因为孩子在后车期间突然想上厕所 但是他没有找到后车室内的卫生间 也没有跟父母打招呼 就跑到了后车室外去找卫生间 你看这么多事 让你都找你 好 谢谢你 你到哪里 谢谢 谢谢 在此呢 警方也要提醒各位 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同时呢 遇到困难及时的向我们联系 当困难和危险来临时 人民警察时刻守护在我们身边 让我们再一次为及时伸出援手 帮助家人团聚的他们点赞 同时 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在车站这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行李和孩子 小回家路程记者为您报道